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有无意识在中国和澳洲建立 外国的一些老人很关心这件事 听说现在马来西亚及中国浙江 固有一个米桃村 但每天要早上四点起床 所以很多老人不敢去 请师父尽早确定地点 一变集资 这是很好的意思 意思很好 做这些功德的事情 要年轻了 我年岁太大了 现在没有精神体力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只是说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跟你第一次一样 什么人去做呢 要有真正发心的人 发心来照顾老人 来照顾病人 这是很难得的一种事情 这是很难得的一种事情 即使在新加坡 即使在新加坡 也是李牧原居宿 听我讲经 讲到米桃村这个概念 他发现了错 也筹集了一些资金 但是这一年多来 找不到土地 最初 在戈壁这栋房子 谈 没有能谈成 洪公兰老爵士 提供一块土地 非常不幸的 这块土地 他租给日本人 租月是三十年 那日本人不肯让啊 我们也没办法 第三次 唐春经营失败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也找过他们谈过 谈过很多次 最后 那个地方是 国家旅游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能够谈成 所以这个事情 找土地是三次失败 那最近 李牧原居宿 在中国访问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告诉我 实在不得已呢 我们居士林呢 那个旧大殿 跟这个厨房当中 还有一块空地 他决定把这块空地 建成七层楼 那么通通啊 都做疗房 这个地方呢 他准备再加两层 往上面去 再建两层 我说这样也好 把这个念佛堂 把这个念佛堂 讲堂 这个梅桃村的疗房呢 能够集中在一起 管理是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你就是告诉我 图已经画出来了 本来是准备 九月底 就可以动工 因为他的事情太忙了 特别是中国提出来啊 我们后办 培训办的事情 最近他在北京 也是来谈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他回来之后 可能就要动工 那么我自己 这个一生呢 都是讲经教学 没有这些 这个建道场这些经验 没有 所以希望 有经验 真正发大心的同修啊 你们发心是做 澳洲确实很有必要 中国当然更是需要的 中国的这个老人呢 也不少 那么至于 在澳洲呢 现在也有人 想着在做 我听说 资金啊 还是有欠虚 这个地方呢 在悉尼 在悉尼 归目不算是很大 大概可以能够容纳 一两百人的样子 不是一个很大的归目 他的地 只有一云某 一个一个 我们也去看过 他们把这个图送给我看过 我还捐了 二十五万送给他 就是澳洲的钱 他整个建起来 大概要 两百五十万的样子 现在还在透过 那么外国呢 建立陶村 我们 首先要考虑的 就是能不能在那边长住 这个是我们 一定要先想到的 马来西亚 那么前几天 此地的早报 都刊登出来 马来西亚是政府 有一个营法族的计划 所以营法族 就是头发白了 那就是养老 他欢迎全世界的老人 都能够到马来西亚去养老 欢迎全世界的人 条件呢 很好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 只需要在马来西亚银行 存款 受五万 马币 如果是一个人 只需要十万 所以这个数字不多 你就在马来西亚 可以拿到永久居留 这个永久居留 也是一个特别身份 并不是真的永久居留 但是也不是假的 你们想想我的话 不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他给你 马来西亚的护照 这个护照期限是五年 五年之后 你去换护照 要拿银行证明 给他看 你还有这么多钱 他就又给你五年 如果那钱没有了 他就不给你了 如果你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这个银行存款 永远保存到 不会少过十万块钱 那就是每一次换护照 他都会给你 五年换一次 所以这不是永久 也不是假的 就是了 那么这个存款 是有利息的 这个利息 大概可以供兼于 在马来西亚的零用钱 至于你在那边 你可以买一栋 自己住的房子 但是你不可以 在他那边工作 因为你已经退休了 年龄在五十岁以上 如果夫妻两个人 先生过了五十岁了 那太太还有三四十岁 没有关系 可以一起住那边 所以条件确实很优厚 马来西亚 这个房地产便宜 我们到那边去参观 看了一下 如果说是买一栋房子 大概新加坡的钱 十几二十万就可以买到 二十万新加坡的钱 在新加坡没什么用处 在那边很欢迎 可以买一栋 独立的房子 生活程度也相当的低 所以老年退休 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 尤其是东瓦 婆罗州 婆罗州的面积 跟西马几乎是一样大 但是那边的人口 只有两百万 可以说是地大人息 养老的环境非常好 他们那边正在开始做 如果居足这些条件 愿意到那边去养老 是一种好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希望 这个丹司的李金游 他在那边也参与这个工作 我们希望他的退休村里面 建一个念佛堂 建一个念佛堂 建一个讲堂 我还建议他 至少要建四个小型的电影 小型的 可以做个五六十个人 就用那个大荧幕的电视 就可以了 那么有人讲经的时候 我们播放讲经的录像带 为什么要建四个呢 因为我们提倡多元文化 这一间放佛教的 那一间放回教的 那边放基督教的 平等嘛 这样才平等 你不管你信哪个宗教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节目去看 去修许 这是这么提倡多元文化 共存共荣 就现在有些地区已经在做 这一位同学问的 他说 居士人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 邀请各个宗教来讲演 是否妨碍大家一门深复 我想没有妨碍 因为我来听过很多次 听众人数都不多 大概比我们现在这个现场人 还要少 还要少一半 我想来的人呢 都能够掌握住夜门深复 没有妨碍 如果有妨碍的 他就不来了 所以这是不妨碍 因为我们邀请各国宗教 到此地来讲演 这个意义非常值得 世间我们很清楚地理解 人与人之间 人与众生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族群与族群之间 宗教与宗教之间 如果不能够合作 不能够团结 这个世界上的天灾 人与人或决定不能够灭 居士林这两年 主动地访问各国宗教 联合各国宗教 团结在一起 这个对于社会难定 世界和平 有很大的贡献 不仅我们跟其他宗教 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 我们特别开放星期天 邀请他们到这边来 传道 我们用这种方法 使各国宗教 在交易上 也能够互相交流 这个是 世界真正和平安定的 坚实基础 这个是 过去历史上都没有 我们在这开窗 希望将这个做法 能够向全世界推动 希望全世界的人民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要密切地沟通往来 消除一切的误会 消除敌视 现在一般讲 歧视消除歧视 大家都能够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互足合作 这个世界才光明 人民才会幸福 所以这是 这个就是 诸佛菩萨 到此到辈 普度众生的 落实 第二个问题 他是一个 没有开悟的人 怎么能够做翻译工作 从中文翻成英文 翻译工作 不开悟的人也行 诸佛要知道 在中国过去 这个2000年来 佛法传入中国 那是从凡文翻成中文 这个翻译的人很多 不是一个人 在历史上 我们看到 遗场 这个就是 翻译工作的一个机构 旧母罗舍大司的遗场 四个多人 玄奘大司的遗场 六个多人 他有编制的 那你要问问 这么多人 是不是都开悟的呢 不可能了 这其中 可能只有一两位开悟 开悟的是 做他们的印证 你看看 我们现在大家念的心经 心经是堂 三安藏 法师 玄奘一 玄奘的遗场 六个多人 用他的名字 其实 这翻译工作 并不是他自己做的 他自己 哪能做得了 那么多工作 用他的名字 他负责任 就是翻出来的东西之后 一定经过他 看一遍 他同意了 用他的名字 来发布 我们看每一部经 那个翻译的名题 就是对这部经翻译的他负责任 实际 是不是他翻的 不见得 他下面有组织 很多人替他翻译工作 所以这个事 可以做的 不是不能做 你没有开悟 你也可以参加这个工作 不一定是要 开悟之后才可以翻译 那个佛法早就灭绝了 在这个世间早就灭终了 不可能存在 不仅是翻译 讲经也是如此 古时候讲经 不开悟 没有能力讲经 也不敢上台讲经 那如果用这个标准 那现在这个经也没人讲 我们也听不到了 我早年 那时候还没出家 参加黎宾南老居士的经学班 就跟我们现在培训班一样 训练讲经 里面的学生二十几个人 这二十几个人当中 念过大学的只有一个人 大概还没有毕业 高中的有年三个人 初中的有七八个人 小学有十几个人 小学毕业的 经过离兵劳训练之后 个个都会讲经 在全台湾 个个地方 讲经 当然 别的道场 不会亲民 台中联社 在家修佛的同修很多 我初到联社的时候 联社大概成立已经十年了 我到台中 去访问李老师 那个时候 台中联社的联邮 已经有二十万人 当然这二十万人 不是全部住在台中市里 分布在台湾许多地区 他们志同道合的 都搞一个小道场 成立一个小道场 都属于台中联社 叫布教所 它的名称叫布教所 台中佛教联社布教所 这个布教所在台湾 那个时候有二十几个 所以我们的同学呢 就能流到布教所里面去讲经 都没有开悟啊 那我们的胆子真不行 李老师教给我们一个原则 没有开悟 不可以自己随便讲 要用自己意思来讲呢 那讲错了 要被应过 所谓古人所讲的 错下一个字的转语 多无百事业乎深 不能不小心 不能不谨慎 那李老师教我们怎么讲经 教我们讲诸解 把古人的注解 古人注解 多半是文英文的 我们用文化文翻译出来 我们写讲稿 完全依照古人的注解 把它写成文化文 上来讲 讲错了 他负责任 我们不负责任 用这个办法了 所以我们不是学讲经啊 我们是学讲珠 可是珠子里面也有住得很深的 我们也看不懂的 怎么办 李老师教我们一个妙法 看不懂就不讲 不讲没错 讲就会错误 不讲哪有错呢 不讲等于是 你这个地方没讲得清楚 没讲得清楚 不是讲错 不是说 你这个地方讲错了 我们只是说 这个地方讲不清楚 但是决定不会有错误 这都是老人家苦口婆心 当年教我们一些原则 我们谨守这个原则 在讲台上天天练乱 只要诚心诚意 没有私心 绝不搞明文力 绝对也不搞贪嗔痴 那确实 自己就会有进步 年年都有进步 进步呢 毕竟就有个小物啊 所以小物就变成大物了 于是我们今天展开精卷 不必看古人的住截 我们也有能力看得懂 也看出他很多的意思 这就是不断在求进步 也不断地得到 诸佛菩萨明明当中的加持 李老师当时送过四个字 这四个字是关键 至称感同 你要讲迹修讲经 你必须要通识出世间法 通识出世间法 绝对不是用于私心 尤其我们已经到中年才修复 又没有好的修复环境 这个童年的时候 没有能够学好 到二十多岁 我二十六岁修复了 将近三十岁了 这学习的年龄已经过去了 真的就是亡羊不老啊 学得很辛苦啊 试出世间点击 来不及看了 那怎么通大法呢 老师叫我 唯一业求感应 用真诚的心求感应 你没有真诚 你就得不到感应 所以至称感通啊 看到这个世间 没有人讲经说法 有人讲经说法 我们就不出来了嘛 没有人 没有人怎么办 请别人 人家不答应 回过头来请自己 这样发现出来 勉强地 来担负起这个重担 那么我从事这个工作 在讲台上讲经 今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没有中断 平均起来 至少每一天 降价个小时 累积的经验 累积的心得 才有这么一点点 小成就 这个都可以提供大家 做参考 这位同学问 他说 洪业大使用鼻面 二亿老人 他问 这是怎么个说法 洪业大使自己说过 他非常感叹 说他自己 一丝无尘 人尽老 一生 一丝无尘 一个人 一文不值 何小说 二亿 二亿就是他自己 感叹这两种事情 这一生 光阴虚过了 一丝无尘 一文不值 所以他书名叫 二亿老人 这个地方 有台湾 新竹 一位同修 曾如林居士 他问了 有九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八万四千发门 都可上西方 极乐世界的意思 是否是八万四千发门 只限于受三归一者 由心向父而没有归一 譬如病重者 或者是包括外交 即没有归一的修行 也可上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 净土经典里面 说得很明白 发心 想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念 就归一了 归一不在形式 我心里想着 到极乐世界去 依靠阿弥陀佛 向他老人家学习 这不就已经归一了吗 所以 佛法 众师智 不众心事 只要你发心 有这个念头 求生进度 你已经归一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不一定 要请法师做个仪式 这个外道 修学 其他宗教 如果在 灵命中之前 听到有人劝他 念佛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他一听就欢喜 那就真的 起了这个念头 要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也就算归一了 临终最后一念 想往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 决定得 第二个问题 三界六道 即九法天的诸众生 这个九法天 大概是个措施 九法界 可能是这样的 九法界 三界六道 即九法界 这一切众生 祝福是否 数目永远一样 是不增加 也永远不减少 因为灵魂 是不死不灭的 请问有多少数目 这个数目 我就不要说了 我们不要讲 这个三界六道 这是九法界众生 都别别说这么 你去念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将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就是社方世界 到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的那些人 那个数字有多少 这是经上有的 你仔细看看 对比对比 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 第三 佛教是宇宙人生的教育 而不是宗教与知识 那么佛的教育 那么佛的教育 好比是补药 但要让所佛的补药 能力感见淫的收效 如法师所说的真干 因此 因此 是福众生 心灵上的毒素 必须先去做解毒 也就是先给听众 喝解毒汤 读解了 如此才能进步 达到收到药道病除 妙手回春的成果 那解毒汤就是 那请告诉我们 有哪些佛经理 有开示世间 一切宗教教理 即一切命像 仆卦 紫微斗素 风水 灵异奇谈等等 视为何种原因 才由此一切现象 产生于存在 也请法师 开示此一切 一切现象 是因为何种原因 才产生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广泛 那要详细解答了 这个时间很长 不是这一两个小时 能讲得完 我可以介绍一本佛经给你看 这是我们从前 在台中培训班里面学过的 佛说阿难问 这个阿难问 是否极凶净 经提示 阿难问 是否极凶净 这个经 我过去也讲过 好几遍 你一问的这个问题 都在其中 都在其中 但是你想要知道的 所谓 你觉得比喻不错 这个佛的教会 是进步 但是先要取三度烦恼 你这个看法 非常正确 烦恼要不除 智慧决定不开 所以必须要先断烦恼 要懂得断悟修善 然后进一步才能够破离开悟 烦恼不断 你的迷惯永远不能破 所以我们要想破迷 你就必须先断烦恼 那么佛教给我们 断烦恼修善 从哪里做起 从十善业道做起 十善业道经 要好好的去读 要认真努力去奉献 这个就是去读 解读的办法 第四个问题 科学家带给人民的文明 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也因为他们脑力精神 时间日益极夜地 全力付出 去研究法明改良 以致产生的后果 使他们没有机会 去认识佛教 接触佛教 如此的状况之下 无形地剥夺了 他们学佛的缘分 以致他们无法皈依 是否他们也不能上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话是真的 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信心 在他一生所研究的 所观察的 都是事物的现象 所谓是这样 物理现象 今天科学技术 虽然很发达 但是观察宇宙的范围 依旧是有限 毫无尽的太空 他能够观察到的一部分 非常渺小 那佛在经上 跟我们说 西方极乐世界 追随我们这个世界 十万亿佛国土 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 一个佛国土 就是一个三千八千世界 一个八千世界到底有多大 你看黄念族老巨师 在《无量寿经》注决末后 他写了一篇文章 负责后面 就是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问题 那么他的看法 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 这一个银河系 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 佛是以这个为基础 一个单位世界为基础 和一千个单位世界 叫一个小千世界 然后用小千世界 为单位 和一千个小千世界 是一个中千世界 再以中千世界做单位 和一千个中千世界 这叫一个大千世界 一尊佛的教法区 那么由此诸位可知 一千再成一千 再成一千 是不是 十一 剩一个 银河系 才是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今天 科学这个工具探讨 还没有能够超过 十一个银河系 没办法 十一个银河系 这是一个单位 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 十万一个 十一个银河系 他不会相信 他没有信心 怎么能往生 往生的条件 性运行 三个条件 所以他没有信心 他的运行就发不起来 真是他自己 张爱了自己 科学 你说他功不可没 我们中国 古无神一线线 不是没有聪明智慧 不是不了解 不是不懂科学 如果 只在科学技术上 去学发展 而不懂得修行 修行两个字的定义 一定要搞清楚 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 叫做修行 要不懂得这个 科技发展到最后 是世界末日 所以中国人重视 人文教育 重视 伦理道德教育 绝不是 苏和了科学技术教育 只有 人文教育 顶定下根基 这个科学技术才能够得正面的效果 不至于产生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是什么 完全用在军事上 用在战争上 这就错误了 这个问题 我只跟大家解答在此题 第五个问题 他说日本出家人吃肉 韩国出家人吃大蒜 他们如此乱吃 是否不能上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不一定 因为 这个 佛给我们讲净土经 净土经最重要的三经议论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都没有说 吃肉不能往生 也没有说 吃大蒜不能往生 这是经上没有的 你要说这个不能往生 哪个经上讲的 其他经上讲的 那不是我们这个法门 我们修这个法门 一定要这个法门经典里面所讲 在经典上没有说 那我们就可以想到 吃肉也能往生 吃大蒜也能往生 这是肯定 往生在性命行 不再吃肉吃大蒜 这个小问题 但是 我们要想到 佛为什么叫我们 不杀生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是原门拓搏吃肉的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决定没有分别之处 今天南洋小城拓搏 还是给什么吃什么 并不是素食 如果出家人一定要做素食 在家供养每一天煮素食给你 增加别人麻烦 所以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绝不给人添麻烦 你们吃什么就供养什么 所以这个没有分别心 也没有吃主 这是随缘 但是佛在大成经里确实吃苦 那是菩萨慈悲心 不忍心是中身肉 中国出家人素食 诸位要晓得 全世界出家人都没有素食 都是吃肉的 只有中国出家人素食 所以我们到外国去 外国看到我们 都觉得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不吃肉 我们看他也奇怪 为什么会吃肉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个历史的源远 中国的素食运动 是梁吾蒂提倡 那么由此可知 梁吾蒂以前出家人都吃肉 梁吾蒂是佛门大佛法 念冷切经 念到佛说的这一段 他深受感动 那么他采取素食 提倡素食 于是这个素食运动 就这样展开来 素食运动是中国佛法 不是印度佛法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像外国人不吃素 我们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我们到外国用 我们吃素吃成习惯 闻到那个味道就不好闻 肠胃不习惯 所以我们还是采取素食 他们也懂得 也很尊重 那么至于吃大蒜 这是每个国地区 这个生活环境条件不一样 你比如在这个热带地方 你看印度人喜欢吃辣的 这个四川 湖南 贵州这都是吃辣吃得很厉害 它是胀气 他这种生活习惯 在那边的时候 对他身体健康有帮助 那么在中国 我们晓得山东人 这个算吃得很多 跟韩国差不多 决定是那个地区 地理环境不相同 他必须用这个 他才能够调生 他才能够防止一些疾病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佛家戒五婚 这个婚是素材 婚不是肉食 肉叫心 是婚心 你看婚是草字头 它是素材 五种 佛在楞严经上 讲得很清楚 这里有大蒜 有小蒜 有韭菜 有葱 有心蛆 心蛆当时中国没有 现在我们知道 洋葱 这性质相同 那么佛为什么 把这个列儒 戒条呢 禁止 大家吃 那么我们要问 当年世尊弟子出去偷拨 那个在家人供养的 吃不吃 照吃啊 这个五心呢 是对于初学人 佛家 这些东西 它影响我们身体 离开这五样东西啊 帮助我们调心 调身 它刺激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 身持 容易冻肝火 容易发脾气 换句话说 容易冻沉慧心 熟持 容易产生盈欲的念头 是这么个原因 所以禁止 我们吃 诸位同修要知道 如果你们家里面做菜 放一点葱酸 调味 那个不起作用 吃这个五心呢 也要吃相当的量 它才会产生作用 那个量很小啊 不起作用 所以 这个菜里面的 做香料 配料 是虚款 这个戒里面 酒戒这条 诸位都知道 佛为什么要 把这个酒列入中间 酒最了乱性啊 你就会做错事啊 如果酒喝得不醉的话 那也不出事去看 往年 黎炳南老居士 跟我们讲 李济 李济 这个 注解 注解的人呢 早期注解的人呢 郑康臣 郑玄 他讲郑玄的故事 给我们听 郑玄九两号啊 古人长 常讲三百杯啊 三百杯的典故 是从他来的 他求学 结业了 离开老师 老师跟同学 给他送行 每个人敬他一杯酒 他喝了三百杯 三百杯酒 喝下去 连小小的礼节都不识 所以李老师讲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像郑康臣这种酒量 释迦牟尼佛这个 不饮酒这一条就没有了 佛制定的戒律 都很有道理的 不是一个不讲理的 他很有道理的 我们酒喝醉了会乱性 所以就要遵守佛的戒律 所以一定要晓得 佛讲经的用意 活在 佛制戒律 那个 那个制意 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然后才懂得 怎样去持戒 而且每一条戒 都有开这些吃饭 每一条戒 都不是死的 不是死在玩的 什么状况之下 应该怎样去做法 吼吼婆婆 你才知道 这释迦牟尼佛 这可爱 可硬 他不是无理要求我们 非常有道理 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能过得很自由 很自在 一点都不会呆盼 什么状况之下 可以怎么做法 这是祸的 戒律 都是祸的 所以你问这些 能不能到极乐世界 这是如理如法的修学 求生进主 决定得胜 假如这个五心真的会妨碍你的性情 常常发脾气 常常做错事 那你就不能往生了 这个要知道 那就不能往生了 那就不能往生了 但是肉食在现代最好是不要吃 为什么呢 病菌太多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 许多人带着奇奇怪怪怪的病 那病从哪来的 吃肉来的 现在的肉不干净 你看 你看 为的 为的这个 这个 这个徒生的那些饲料 那些饲料 那些饲料很不好 现在要用什么 这是最近 最近讲的是 是什么饲料 基因 那就更不得了了 这个基因饲料 喂的这些 出生 将来吃的出生肉 人都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 都变成不是人的样子 那很可怕 就是科学进步 会把人类毁灭掉 不是一个好事情 这临时有个问题 他说 今天早晨讲经 说如果被人害死 也应该报 感恩之下 被人害死是狠死 是否会堕三我道 因为被人害死 很少会不可怕的 这种死法 岂不是后果很差 如果被人害死 还是感恩的心 他不会害怕 那你害怕的时候 你怎么会感恩呢 那所以 被人害死 还是感恩的心 念佛 一样 我身净土 不会都 我道 被人害死 要是有恐惧 有报复 那就随意是忘了 那是狠死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去怀疑 经上讲的 忍如先人 被隔离王各界身体 那是狠死 那就麻烦他了 他不是狠死 普通人 那是狠死 在他不是 为什么呢 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心地清净 丝毫不染灼 那是无量的高度 那是无量的高度 除发 祈祷 祈福 祈福 世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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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